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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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观众朋友平安 主内的同工肢体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要从雅略八股的信息 来谈现代人所需要的福音 我想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 我们对于现代人有很多的观察 也有很多的忧虑 像从前在武士运动的时代 福士博士 他谈到中国人有五样的大敌 那五样的大敌就是贫穷 疾病 无知 贪财 还有呢 就是紊乱 那么一直到现在 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 我想我们现代中国人的五样的大敌 从贫穷转为奢侈 那么疾病慢慢的不再让人那么恐惧 反而是骄傲成为很大的问题 而无知和贪财 仍然是现代人很普遍的现象 贪财跟自私是连接在一起的 还有一种现象 过去称之为紊乱 现在也许比紊乱更加紊乱 就成为一种混乱的时代 现代的人因为骄傲 因为无知的缘故 所以现在人对于人生的方向完全偏离 完全找不到自己应该走的路 也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把自己的人生方向 人生意义和目标放在什么位置上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作为一个传道人 我们如果关心现今的社会 实在我们应该会有很大很大的忧伤 存在于我们里边 那么在圣经里边 有没有什么样的信息 是可以供应 可以满足现代人的需要呢 我们从以前的几次信息当中 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里边 也就是保罗在雅典的雅略巴谷山上 向着雅典人所传的福音 那篇信息里边 我们可以看见一件很完整的信息 这一个完整的信息里边 有很多很多的方面 是能够适合于 现代的人 也就是说在这篇信息 他的资料 以及他蕴藏的真理和奥秘里边 其实能够满足我们现代人 一切一切的需要 那么我们再打开 使徒行传第十七章 今天我要从十七章的整章 应该说是十七章的十六节到第三十一节 这一段的经文里边 我们再略略的带过 我们来看这篇信息 他给我们一个完整的资料或感觉 在这里 使徒行传十七章的十六节 十七节 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 看见满城都是偶像 就心理交集 于是在会堂里 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 并每日在世中所遇见的人辩论 在这两节经文里边 我们看到像保罗这样一位使徒 他路过雅典 但是他面对满城都是偶像这样的环境 他会产生很大的忧击 所以我们在第十六节 一直到二十一节 这一段题 我们看到一个时代的需要 也就是满城式偶像 充满偶像的环境 我们现今的时代 正是充满了偶像的时代 或者是充满偶像的环境 这个充满偶像的现象 使得人迷失了寻找真神的能力 这样的偶像 包括形而上 形而下的各种不同的偶像 这样的偶像的准利的现象 应该让我们很忧击 然后在第十八节 第十九节这里 说到还有一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 与他争论 有的说这浮言乱语的要说什么 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 这话是因为保罗传讲耶稣与护活的道 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 说你所讲的这新道 我们也可以知道吗 在这两节经文里边我们看到 有当时的哲学派系的人 当时的许多对于形而上的事情 对于生命 对于真理有兴趣的人 他们听到保罗所传的这复活的道 听到保罗所传讲的耶稣 他们感觉这是新道 所以使他们充满困惑 充满好奇 就把保罗邀请到他们那个学术重镇 也是他们的华律重镇 就是亚略巴谷 那个山上的殿堂里边 然后和他来辩论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群困惑好奇的学士 现代的社会 所有所有的人 基本上都已经受过相当的教育 除了穷乡僻壤 除了极度落后和战乱的世界和国家以外 我们都在都是已经有了 像现在台湾的大学的考取率 已经是超过了百分之六十以上 那么在台湾大学的招生 很多的学校因为招生不足的缘故 所以产生供过于求的现象 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满街都是 基本上有一些教育程度 可以说是学士那样的人 但是却是充满了好奇困惑的现象 所以他们把保罗邀去亚略巴谷 在那里邀请保罗来对他们讲 他们所听到的这新道 那么在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这里那些亚略巴谷的那些 以比古罗和斯多亚的学士继续说 因为你有一些奇怪的事 传到我们的耳中 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 那么二十一节说 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 都不顾别的事 只将新闻说说听听 这里边讲到说 这个亚略巴谷那些学士 也就是伊比纠鲁和斯多亚的 那些研究学问的人 他们是不是非常诚心的 想要接受福音呢 未必是如此 特别是雅典人和当时 在那里路过的一些人 他们在那个地方 因着保罗的缘故 因着那个特殊的聚集 他们集合在一起 他们去参与那个聚会 但是那个聚会 到底他们能够得到什么 或想要得到什么 对他们而言 并没有那么强烈的盼望 或者那么强烈的期待 所以可以说是一个缺乏诚意的聚集 我在这里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或我们族内的弟兄姊妹 来说明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现今所处的时代 跟这六节的经文 所给我们呈现的一个现象 有很大很大的相应之处 也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充满偶像的时代 有一些基督徒 有一些带着使命的使徒 对这个时代的人们的混乱 受到偶像捆绑的那种现象 是有相当大的焦急 而很多人对于真理 不是没有好奇的心 但是充满了困惑 而更多的人 就像现代很多很多的人 他们只是把许多的 所听见的 所看见的 当作新闻来听一听而已 他们并没有很认真的 想要去寻求真理 这就是现代人的现象 现代人接受知识 常常是浮光掠影的 现代人的生命 常常就像没有根的草一样 我们说是浮根浅植 像那个淡水那边的水笔仔 那种植物 它们基本上是没有根 没有砸得很深的根 以至于现在人对于 所知的事情 常常接受了很多很多的资讯 却一知半解 这一知半解的情形 使人造成骄傲 但是一知半解的情形 也使得人对于 所听到的一些信息 如果没有很强烈的震撼性的话 他们往往会嗤之以鼻 所以在这种现象底下 保罗给他们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呢 在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 保罗站在雅略八股当中说 众位雅典人啊 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 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 遇见一座坛 上面写着未是之神 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 我现在告诉你们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主 救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服侍 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都赐给万人 那么在这四节的经文里边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保罗他先面对雅典人 给他一种尊敬 然后根据他们的经验 根据他们在敬拜一个卫士之神 这件事情就打开画匣子 就作为一个引提 然后呢就开始把这个卫士之神 连接到这位创造宇宙的神 那么告诉他们说 创造宇宙的神 他不用人去服侍 他也不住人手所建造的 无论是怎样华美的殿 他都不需要 他也不需要人去服侍 反而是一位给予的 一位供应的神 所以在这里边提到 保罗就把这位造物的主 启示出来 我们在这一段经文 就是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的 这一段经文里边 我们给他一个标题 这是关于造物之主的启示 在二十二节 我们看到他用 他用雅典人 他们敬畏鬼神这件事情 作为一个彼此思想上面的连结 或者是一个谈话的切入口 使他们知道 既然你是敬畏鬼神的 那么你就应该敬拜真神 然后他把他所看见的那 卫世之神 这个现象提出来 用这个雅典人他们的经验 来作为他想要向他们来介绍 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 这位神的一个基础点 让彼此在有共识的基础上面 来传递福音 来开始进入他的话题 然后在二十四节 这里就做一个非常清楚的宣告 宣告说这位神是创造万有 是掌管万有的神 不是被人所影响 不是被人所驾驭的神 然后告诉他们说 这位创造万有的神 他不是需要人去服事 反而是要来帮助人的 不是需要人的供应 反而是要给予人的 在这样的一个启示底下 就把这位神相当具体 而且完全的说明了 所以在这一段 其实保罗他所讲到的是什么呢 讲到的就是这位神的存在 用雅典人 他们的经验 来将这位神的真实性显明出来 这是我们现在要跟现代人 来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需要借着对象 借着我们要去跟他谈话的对象 他的知识和他已经有的一些经验 用他们的知识和他们的经验为基础 然后把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 传递给他们 让他们去认识 这是一个传福音非常重要的立足点 或者是起点 所以在这二十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这里 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段 这就是造物之神的启示 那么在二十二节那里 就是敬畏鬼神的切口 而二十三节呢 是卫士之神的提醒 那么二十四节 就是天地之主的宣告 而第二十五节呢 就是厚赐万人的应许 这是就把上帝与人的互动 把上帝乐意供应世上一切的人 各样的需要 这个应许宣告出来 那么我们要去传福音 现代人所需要的福音 当然福音是从神来的 而福音是给给人的 福音的本身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是神和人之间的对应 所以我们在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 在这篇信息里边 我们首先看到这位神是怎样的神 那么在第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 这三段经文 我们将要看到人生的意义 我们将要看到 人应该是怎样的一种现象 那么在二十六节这里 保罗说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小智说 一本原文 古卷是叫做血脉 换句话讲 世界上所有的人 都是从亚当夏娃 这个血脉流传 延伸下来的 所以我们常常说 四海之内 接兄弟 我们说 民包物语 所有所有的人 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这就是从这样一个根基来 然后下面说 住在全地之上 这让我们看见一个现象 说整个地球 它充满了这么多的人 现在有七十多亿的人 那么这么多的人 产生很多很复杂的现象 那么这些人各自有各自的命运 在第二十六节的下半说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 和所住的将界 这个上帝预先定准一个人 他的时间以及他的空间 他的时代 以及他所要居住的 他所要来往的地域 这个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命运 而在二十六节的前面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来 那住在全地之上 这告诉我们 首先是生命的源头 是从上帝来的 而二十六节的后半 说并且预先定准 他们的年限 和所住的将界 这是一种人生 为什么会有命运这件事情 一种非常清楚的启示 那么到了二十七节 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 要叫他们寻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在二十七节这里 告诉我们 其实人活在世上 有一个终极的目标 这个终极的目标 能够使人的生命产生意义 产生价值 这个终极目标是什么呢 要叫人寻求上帝 寻求这生命的本源 寻求 借着寻求上帝 以至于去看见一种生命的意义 所以这里这一节经文 可以说是人生目标的启示 然后呢 在第二十八节这里 他就说 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 都在乎他 都在乎上帝 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 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那么这里边告诉我们说 我们活在世上 我们会有不同的生活际遇 我们会有不同的行动 我们或存或亡 我们或在哪里做各样的移动 其实我们都在上帝的引导底下 人生虽然有种种的变换 但是他的根基 他的基本 他的意义是很单纯的 他都在上帝的引导底下 所以我们从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 我们可以看见人生的意义 这是人生意义的启示 这是我给他在这个段落里边 我给他做的标题 那么在这人生意义的启示里边 我们在二十六节的前半 看到生命之源的启示 就是一切的人都是从神来的 在二十六节的后半 我们看到命运之秘的启示 命运的奥秘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天命 把人预先定尊我们的年限 预先定尊我们的疆界 让我们知道我们一生要有什么样的际遇 然后在二十七节呢 就告诉我们说 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目的很单纯 就是为了要寻求神 可能揣摩可以得到 但是更要紧的是能够看见神的启示 那么这我们会细细的来说明 关于二十八节 这就告诉我们生涯变化 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变化这样的启示 所以在这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段落 我们说这是人生意义的启示 这人生意义的启示呢 包括了生命之源的启示 包括命运之秘的启示 包括人生目标的启示 包括生涯变换的启示 所以我们知道其实人生在上帝的引导之中 我们认识了神 我们也知道了人是怎么回事 接下来我们需要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需要认识基督的救恩 这就是福音 所以在第四段 从二十九节到第三十一节 这一整段 我们称它为基督救恩的显明 这也是福音的部分 我们从一个外在的环境 一个带着使命的基督徒 叫做使徒 在一个充满偶像的环境当中 在一些困惑的人群里边 他去带出一个完整的信息 首先这个信息的内容 是启示了这位创造万有的神 如果没有这位创造万有的神 那么我们一切 我们一些期待 一切我们的寻求都是枉然 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云云众生 住在世上许许多多的人 这些人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人生的价值是什么 这在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 给我们相当完整的引导 然后在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 这四节里边 我们看到基督的救恩 在二十九节这里说 我们既是神所生的 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 和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一样 在这里圣经是说 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 像是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子 银子石块所雕成的一样 这是我们去认识真神的一个起点 我们如果没有从拜偶像 从这个金银土木 所去造成的偶像 那个迷思里边跳脱出来 我们很容易 很不容易 真正的去遇见真理 去看见真神 然后去得着救恩 在第三十节的前半 这里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神并不见察 这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认识救恩的基础 我们要先了解 其实世界上所有的人 他过去在蒙昧无知 或者是没有听见福音的时候 上帝并没有用很强烈的 很重的审判 放在世人身上 但是下面第二十三十节的后半说 如今却吩咐 世上个人都要悔改 就如今吩咐 世界上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这里就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有一个悔改 这个悔改就是进入救恩的行动 那么在三十一节 这里说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 按公义审判天下 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已经定了一个审判的日子 万物的结局会临到的日子 这个万物结局会临到的日子呢 就是按照上帝所设立的人 这个人 当然我们一般的理解 是耶稣基督 但是他还有更深的意义 存在于其中 我们会一点一点的 跟弟兄姊妹们来说明 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 每一个人活在现在 你都必须要有一种智慧 这种智慧叫做 面对审判的智慧 如果你不知道 要去面对审判的时候 那么你就会对现在的生活 活得很随便 活得很腐烂 或者活得很没有方向 活得很没有示威观 没有价值观 所以需要有一种 面对审判的智慧 而在三十一节的后半呢 这里说 并且他从死里复活 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这个审判天下的 就是耶稣基督 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给天下所有所有的人 作为一个可以相信 可以信靠的凭据 这就是得着永生的凭据 我们在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 这四节的经文里边 我们会看到一个很明确 很明显的启示 这就是福音 它的脉络 我们从认识真神的起点 要去从偶像的迷思跳脱出来 然后要进到认识救恩的基础 这个基础是什么呢 基础就是说 我们是有错误的 我们是患罪的 但是神包容 神单言 或者是神在过去的日子 并没有审判 只是因为我们蒙寐无知 但是现在既然到了 我们生活慢慢发现说 没有办法如我们的心 或者是我们的人生 已经出现瓶颈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需要进入救恩 去得到耶稣基督的福音 好来改变我们的人生呢 那么这个进入救恩的行动 是从哪里开始的 是从悔改开始的 当我们有了悔改的意愿以后 当我们来接受圣经里边的教导 所谓的悔改 就是改变我们的思想观念 我们愿意来改变我们思想观念的时候 那我们就能够从圣经 以及从我们的心灵 从圣灵的启示 我们会得到一种智慧 这种智慧就是让我们去面对审判 面对我们人生将要临到的审判 而最后我们会看见一种永生的确据 让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有今生而已 不是只有现在而已 我们有永远可以期盼 而且我们今生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在永恒的角度上 在永恒的计划里边 其实是很有价值 很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亚略八股的信息 我们从十六节到第三十一节 这四个部分 我们首先看到一个外在的环境 跟我们的现代是很接近的 然后我们看到一位独一的真神 因为创造万有的神的显明 然后他告诉我们我们人生的意义 到底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 然后告诉我们我们得到帮助 得到更新 得到改变 得到启示 他的方法是什么 所以我们在这一篇信息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我们如果细细的一点一点的来看的时候 我们就会了解 它是何等的适合于我们现今这个世代的人来理解 这个何等的适合我们现代的人的需要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对现代的 现代的蒙昧无知的人 或者现在活在混乱当中 活在没有方向的现象底下的人 如果我们想要把真理 把福音传给他们 那么我们可以在保罗面对着这个世界的哲学之都的雅典城 面对着很多很多自己认为有智慧 也以智慧为自夸的那一群的伊比古罗 或者是斯多亚的这些学士 以及其他的爱听新闻的人 在他们面前所传递的这个信息 他所传的是何等何等的完全 我们从这里边再一点一点的来探讨 来看的话 我们我相信我们将会得到很清楚的启示 那么我们下一个下一次的节目里边 我们会在保罗所传递的信息里边 更加具体的向弟兄姊妹 向观众朋友来做分享 愿上帝祝福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以及热爱真理可慕真理的朋友们 愿意 也和怕的山 能向我们深敌点 他必将同地道教育我们 我们提了信他的道路 因为是未必处于喜爱 耶和华的愿意比出耶路撒冷